这个呢是我们家台湾小姐姐回来的时候带回来的 她在台中买的 听说在台中特别的火 带回来说让我尝一尝什么才是真正的凤梨酥 我看看 这不是老婆饼吗 这是凤梨酥 尝尝 还不错 还不错 但是呢也没有那么的差别巨大 和在内地买到的凤梨酥其实也差不多了 前段时间呢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很多服务器很多IP都被 所以呢今天我教大家一个 搭建一个新的新的种类新的东西 不同于以往的那个酸酸乳了 它的名字叫这个 它们两者呢其实是完全的两个东西 如果说到优势的话 它的优势是速度快支持的全面 基本上电脑手机路由器各个平台都支持这个 但也正因为它支持的多 大家用的比较多 普遍都在用这个 所以呢也导致它大量的被封杀 我教大家搭建的这个呢 是一个属于比较小众的 正因为它小众 用的人特别少 所以呢它被封杀的概率也会很低很低 当然我这期视频推出以后 它是不是还是小众 我就不清楚了 它的优势也很明显 那就是其中一个优势 我刚刚说了 还有一个优势它的速度也非常快 那就是它们两个速度几乎相当 但它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它除了目前能支持手机 电脑Mac PC这些平台以外 我还没有了解到它能支持 像梅林路由器 支持OP 这些路由器系统 起码目前我还没有发现 它如何使用在路由器上面 如果以后我知道了 我会再发一片视频告诉大家 之前呢我出过一期视频 教过大家如果在谷歌云上面 搭建一个免费的酸酸乳 今天呢我们同样也是在谷歌云上面 同样也是用谷歌云的实例 来搭建一个这个叫brook 我不太清楚它该怎么拼啊 反正我教大家如何来搭建这个东西 OK首先呢我们要打开我们的谷歌云 至于如何去注册一个谷歌云 谷歌云是需要用一张支持Visa或者万事达的这种信用卡 然后你注册好了以后它会赠送你300美金 这300美金呢你可以随便使用用来购买实例 我之前的那个视频呢也跟大家说过这个事情 我们呢打开谷歌云以后在这个地方VM实例 然后我们进来以后呢点创建实例 名字呢大家可以改一个自己想要的名字 然后地区呢选择到亚洲东部 这个呢选择一个最小的因为它最便宜 然后这个地方要更改一下改成D半巴 然后点选择 然后这个点都点同意 然后点创建 开始创建以后呢我们稍微等一会儿 因为谷歌云在配置这台服务器 等创建好以后呢我们会拿到一个IP 我们要去PIN一下这个IP 如果速度不好的话我们就需要重新去创建 我们首先来PIN一下看一下它的速度 选中这个IP 然后打开命令服务 选择PIN 然后空格 OK它的速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并且起码我PIN了这么几次 它目前没有丢包 那这个服务器是问题不大的速度很好 然后我们关掉它 我们去创建它 为了给大家更清楚的展示 我就用我自己的这个页面 我们首先要拿到root权限 拿到root权限以后我们搭建这个服务器呢 其实分两个大步 第一步呢是先搭建它的加速器 也就是BBR之类的 第二步呢才是搭建这个服务 首先呢我们要先去搭建加速器 这里呢我用到的是一个新代码 这个旧代码也是可以用的 这里我用的新代码就是这一段代码 然后复制它到我们的这个命令服务 然后粘贴进去 它会自动运行 运行到这以后我们点一下回车 这里还点回车 接下来呢我们稍微等一下 到这个地方以后呢我们要选N 不让它重启 因为之前是可以重启的 我不太清楚什么时候开始 我选择重启以后呢会再无法连接了 所以我们这里选择no 输入N以后按回车 我们继续 到此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加速器已经安装完了 然后呢我们来进行第二部分 就是搭建这个brook的服务端 然后我们先用这段代码 回车 然后会出现这个界面 在这个界面里呢我们选择1 安装 然后回车 然后它会要我们去配置一个端口号 我们输入一个你自己的端口号 我用的是456 如果你直接回车的话 它是用的默认的223 这里会让我输入一个密码 KWERTY 这个协议呢我们用默认的新协议 所以直接回车就OK 然后它开始装配 OK至此呢这个BBR加速 还有这个brook服务端呢 我们就已经搭建完了 非常非常的简单 比之前我们搭建酸酸乳还要简单 OK接下来呢我来教大家 搭建好以后我们怎么在 各个平台上使用 目前它能支持的平台有PC 有Mac有手机 手机有iOS的就苹果 还有就是安卓的 但是它不能支持路由器 这我之前也说过 我们搭建好以后会有这些数据 我们先把这些数据复制一下 关于各个平台客户端的链接呢 我会放到我的网盘里 大家直接去下载相应的客户端就OK了 首先呢我先以苹果端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这个软件呢我已经下载好了 首先我们打开它 然后屏幕这个地方呢 会显示一个停止 我们在这里呢填入我们刚刚用的这个 IP 它好像还不可以复制粘贴 所以呢我们只能手动去输入 然后冒号 这个冒号呢一定要切换到英文输入法 冒号 然后输入我们的端口号 我的端口号呢是456 456 456 然后密码呢我们输入我们刚刚设置的这个密码 然后点这个地方呢就选这个 然后点保存 现在呢它还是这个停止 我们先试一下 因为我现在的网绝对是上不了的 我已经把所有的都关掉了 你看打不开谷歌的 现在是绝对打不开谷歌的 然后我们点它 点它 OK 现在呢就已经开始运行了 然后我们打开谷歌 看就已经没有问题了 速度非常快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YouTube 我现在在苹果浏览器 苹果浏览器是没有办法支持4K的 那我们换到 Chrome浏览器 4K 看一下速度 速度非常的快 4K毫无压力 大家也看到了 用谷歌云搭建的这个brook服务器呢 是非常非常快的 和我们之前搭建的酸酸乳服务器 可以说是一样 速度不相伯仲 它两个4K都一点问题没有 随便拖动4K播放 OK刚刚呢是在Mac上 教大家如何去使用这个客户端 接下来呢 我来教大家如何在手机上 使用brook客户端 这里呢 我以iOS为例子 首先呢 我们要去下载一个brook的客户端 在手机上面 这个客户端呢 好像在大陆是下架状态 所以呢 如果是iPhone的话 大家要用一个非大陆地区的Apple ID 然后去下载这个软件 接下来呢 我们打开这个软件 打开以后呢 其实它的设置方式和在Mac上是一模一样的 填好服务器 冒号 然后你的端口号 然后填上你的密码 点 开启 就可以使用了 非常非常的简单 这里我就不用再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该怎么去使用它了吧 OK如何使用这个工具呢 基本上我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 这个工具呢 缺点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一个 其实它还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它所支持的这些客户端呢 都没有一个规则来供我们使用 不像是我们在使用酸酸乳服务器的时候 无论是在路由器上面 路由器上面它有各种的规则 什么防火墙列表模式 什么白名单模式 但是呢 这个是没有的 它用的规则呢 可能是它软件自带的一个规则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代理扩展来控制这个规则 但是呢 相比酸酸乳就相对麻烦一些 因为酸酸乳呢 它在你的这个客户端上面 就已经集成了这个规则 而使用这个Blook呢 我们需要用谷歌浏览器 或者是其他的浏览器 来扩展这个规则 具体如何使用呢 大家可以去这个技术小哥的 它的网页去看一下 其实也是蛮简单的 OK 最后呢我总结一下 Blook的安装呢 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然后它的速度呢 也是非常快的 跟酸酸乳不相上下 而且它支持的平台也非常的多 除了目前路由器好像支持不了以外 整体来说呢 它是一个非常可用的一个代理服务 最最重要的是 它现在属于比较小众的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 它被干掉的这个 几率呢 会小很多 这一点呢 是比较关键的 OK 这一期视频就是这样了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呢 可以去我的电报群 还有 别忘了去关注我的 Bilibili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一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